要頒一份藝術家年獎音樂界別 得獎者就是張偉晴,Rachel 我覺得我的作用就是去給予音樂生命 可以將音樂繼續流傳下去 如果沒有我這個medium在那裡 其實作曲家流傳下來的音樂 只不過是一份樂譜 透過音樂我可以感受到生命 很多不同的情感 亦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去演奏的時候 在台上都是我自己一個 去演奏的時候也是我自己一個去 到旅行的時候 去不同的酒店、吃飯 都是自己 我又不可以說是孤獨 是一個感受到自己一個人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是作為一個藝術家 是必經的一個階段 要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才可以跟音樂有更加近的距離 我們有請藝術家田獎音樂界別的頒獎嘉賓 Rachel的啟蒙老師黃耀倫教授 首先很感謝我的鋼琴老師黃耀倫教授 頒獎給我 藝術這條路其實一點都不容易走 要需要很大的勇氣和堅持 但是我會用我最謙卑的心 和最真正的態度去做好音樂